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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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HeiHeiForest的Samantha 今天教大家 做一個姐妹的手花 我們通常結婚都會用到姐妹手花 因為最近接到幾張訂單 她們都喜歡 一來有什麼款 二來是怎樣做 可能她們都想在Bridal Shara 那一天想自己做 不如我倒下自己米 先看看 在這裡先教你們做一次 然後我也很歡迎你們來找我 再教你們 我今天教這個姐妹手花 主要是絲花做的 什麼是絲花呢 就是假花 假花不是真花 我自己建議客人 通常我都建議客人用絲花 我自己覺得 現在都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都開始教你做 做 C 我自己覺得 好 現在都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都開始教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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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手花 姐妹手花 這就是我平時做的手花 我通常會先集齊我的花材 今天會做的就是白色玫瑰 通常我做出來這些手花 在結婚當日用 但都希望大家不要丟 可以再重用 因為它是橡筋 然後你們就可以 摘在頭髮那裡 這樣就不用浪費了 今天我會用白色的玫瑰 假的這隻玫瑰 之後我會加一個紫色 這樣 稍後就會教你們 如何把白色的玫瑰 拼在紫色這裡 然後會有些小碎花 加起來 這些就是今天的工具 我這個姐妹或者半輩的手花 其實主要是用熱溶膠黏出來的 我知道很多時候 花蕾絲會用鮮花膠水 萬能膠 那些 不過我就不會 因為我是很貪快的 變了熱溶膠 立刻乾 立刻就黏緊 快 這條就是我自己親手穿好 的一個珍珠手鏈 你看到很鬆的 一般女生戴應該都是有鬆到的 我們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要準備兩張這些激蛹 激蛹有什麼用呢? 其實就是用來將 待會黏好這個珍珠手鏈 在上面 黏這些假花 就可以了 因為我剛才說是黏出來的 我現在就會 擠一些熱溶膠 放進去 這個激蛹上面 先黏它 等一會兒 開一開 這樣 這樣 你看到它是夾住了 現在 這樣夾住了 就把珍珠移出來 這樣 這樣 把珍珠移出來 對 會弄到整個手都膠水 不過不要緊 哈哈 一會兒洗手就可以了 接著 再擠到另一邊 那你黏了那邊 那你現在擠到另一邊 那你現在呢 又是 拿著它 其實有點熱 要小心 不是人人都可以這麼久熱的 那手 要小心 大概會弄到一個這樣的形狀 出來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就會是鬆一點的 這個版本 因為它珍珠也多幾粒 現在呢 我們下一步 那我們都黏了這個 下一步呢 我們的步驟就可以黏花了 那首先呢 我已經準備了這個白色的玫瑰 那這個白色的玫瑰 那這個白色的玫瑰 我們用之前呢 輕輕屈一屈它 這樣 屈到它的頭 先彎了 但是呢 你看到它那麼長 怎麼用呢 那你就拿一個 鐵線剪 剪短它 然後呢 看見是類似是已經剪好了 那呢 這一條膠呢 剛剛好 要在激勇的位置 然後就把膠放進去 這樣 這樣貼 那你按一下它 不要辣到手 記住 放開它 那它不會掉的了 現在呢 我們貼了第一第二袋 那現在呢 可以加一塊葉 因為加了葉會生涼一點的 這樣 即是在尾部 那要快手一點 貼 然後待會 融 那我們呢 這個位置呢 後面看會有很多極勇 不漂亮 要加多一點花 遮蓋它 那一來又豐富一點 二來是如果 當頭色呢 就會很好看 對了 那 加一點 這個乾花 情人草 來的而已 不過呢 情人草呢 乾了就會 一點點輕微 來脫 搭回整齊它 脫到整桌都是乾花 接著呢 下一個步驟 也是 盡量呢 找這些花 那今天是 撕花嘛 那所以呢 就一直撕花下去了 那呢 這個是粉藍色的 收頭花 之後呢 就貼一些 第二個花啦 那呢 就是 又是啦 趁它的膠水呢 都還沒乾完 那呢 就貼另一隻下去了 那我一直這樣貼 我是順著條框來貼的 那呢 你看到這裡還有一個位置 呃 這裡呢 還有一個位置 我通常都會這樣 呃 有些 呃 呃 屁股的東西呢 就會更漂亮的 那我這個呢 就是森林蟹嘛 那所以呢 就拿這個的麻繩啦 那麻繩呢 就是 拿個剪刀先 那條麻繩已經綁好了 那我們呢 那我們呢 等一下呢 就要 就是這樣 綁著 這樣對摺 這樣對摺 先 這樣對摺 然後呢 就 切下去 這個位置 切多一點 切麻繩的話呢 切多一點也不怕 然後就這樣 這樣切下去 按一下它 這樣 類似這樣呢 就完成了一個手法 你看到很快手 很簡單的 不會太難 不會太高難度 很容易做 那麼 類似就是這樣的形狀 帶給你們看一下 那大小呢 就自己決定 我這個花就偏大的 那如果你們喜歡小小的 那你選小花就可以了 那呢 看一下 摺在頭髮那裡 會怎樣 好漂亮的 這個摺在頭髮 那呢 如果放在頭髮呢 就會放在這裡 那所以呢 都OK的 都挺漂亮 還有容易做 如果大家都喜歡的話呢 希望大家都按一下我的小鈴鐺 按讚和分享吧 下次見 拜拜